小伟好帅,有没有 我最欣赏的就是你这种爱说实话的人 来人,给他打五毛钱 我赌100包,忘了小馒头小伟不会回我 兄弟,你回头看一下,我已经回复你了 顺便呢,我想问一下,我的小馒头去哪里领呢 而且你看我在视频里面都说了 那是不是给我加个倍什么的 记得找我哦 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臭水 后久凤爪想必大家都应该吃过了哦 虽然这个小东西的味道很好 但是呢,我总感觉就是吃不过瘾 因为这个鸡爪它本身的肉呢,也是非常少的 所以呢,我买来了更大的爪子,鸵鸟爪,了解一下 哇哦,这个爪子呢,就非常大了 我就感觉它这个脚趾摸起来毛茸茸的 整体的手感呢,就是非常的粗糙 所以托帕里面的肉差不多花了390块钱 这里有5斤 这边这坨肉呢,应该是那个脚掌的部分 那些筋啊什么玩意的,还有一些肉 今天呢,我们就来制作一份泡椒鸵鸟爪 首先呢,我们先给它清洗一下 加入姜片,倒点水 大火烧开,然后中小火继续炖 可以一插到底啊,貌似也可以啃得动了 但是我觉得呢,最好是拿出来咱们给它剁一下 OK,我们继续炖啊 又炖了20分钟,这回看起来是非常的软烂了 它这个皮儿已经全部都炸开了 摸上去呢,感觉黏黏的有非常多的胶原蛋白啊 捞出来放入冰水 就这样泡着,等它完全冷却下来 就可以进入下一步了 这个差不多已经冷却好了 搞点厨房用纸,把它的水吸一下 加入一些生姜,花椒,再来个几片柠檬 倒入泡椒 这里面的水才是关键的东西啊 一定要多来点水 这个泡椒就实在太多了 我们把多余的给捞出来了 用筷子烧给它捅一捅 捅出几个洞来,让它更加的入味儿 裹上保鲜膜 放入冰箱浸泡一天 这就是时间的魅力 经过一天一夜的泡制之后呢 我感觉此时此刻的它是相当的有味道的 那酸爽的感觉 我现在的口水都已经流出来了 昨天晚上呢,我还偷偷的往里面加点料 像什么白醋白糖啊,什么之类的 现在这个骆驼爪已经被泡的发白了 就跟我们平常买的泡椒凤爪呢 有那么一点点相似了 今天呢,我们把它盛出来 看起来就跟那种生肉一样 但是呢,我非常的确定它肯定是熟了 毕竟我也炖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了 啊,这酸爽的味道 这太有嚼劲了,这 酸酸的,辣辣的 里面还有一点点那个柠檬的香味在里面 总体上来讲还是蛮爽的 嚼起来吧,还有一种脆脆的那种感觉 非常的nice 我吃哦 哇,这里面这个筋实在太结实了 它的味道吃起来 我感觉就跟那种泡椒凤爪是差不多的 就是它这个口感实在是太不一样了 这个鸵鸟爪巴它就具有嚼劲 它就不像那种泡椒凤爪似的 肉就比较软 需要费一点牙口 我的口腔都没有感觉到有多辣 这四周 这个嘴巴四周啊 就跟抹了辣椒水一样那么难受 这不就是辣椒水 我们来尝尝这根大的 感觉有一种鳄鱼的感觉 这上面这些东西叫啥来着 长得跟鳞片一样的 非常好吃 而且都是胶原蛋白啊 美容 吃了它我就可以变得更帅 刚才实在受不了了 就去用水把它洗了一下 天呐我去 真的你的口腔里面 就感觉不到有多辣 但是你的嘴唇 包括这四周就非常的敏感 你看都已经有点肿了 天呐 疯唇啊 泡椒真的 我觉得以后要是再做的话 最好这个泡椒呢 减一点量 多加点白开水 多加点调料 因为我刚才吃着呢 就感觉这个咸味 还是有点不太够 包括那个白糖也加的 稍微有点少了 没有多少甜味 骨头也是非常多的 你看这 就啃掉一层皮下面就是骨头了 就这种 下面这个肉垫是非常厚的 哇 轻轻的声音脆的 虽然说这里面也入味了 但是感觉不够浓厚这个味道 事实证明一句话 泡椒凤爪 它始终是泡椒凤爪 你用其他的爪来模仿的话 就是没有那个味道 没有那个感觉 找不回那种 美妙的 奇妙的 梦幻般的那种质感 没有 它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鸵鸟 拿来红烧 拿来炖汤都是非常棒的 为什么要拿来做泡椒呢 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啃下去这么多的 你说它味道不好吧 它还是有点好的 所以你这个泡椒这个酸爽了 确实是让人很开胃 然后它这个表皮的质感吧 也让你愿意嚼下去 还有昨天那个托盘里面 剩的那些肉 今天给炖了 发现这个肉质还是比较好吃的 总之这个鸵鸟肉呢 营养价值也非常的高 大家可以适当的尝试一下 虽然说价格比较贵吧 这最后可能 剩下的这些我感觉 在炖炖吃了 好了本期视频的期间到这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点赞来一波 顺便的不要忘了点关注哦 感谢大家支持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